工作的时候 没钱都没钱 董事长李四冲难得露面 身为台湾殡葬业楼头 李四冲个性极为低调 最近却因为卷入张营经营权的角力战 让外界发现原来龙岩副业做很大 多快一个钟头左右 对 那作为我们下一次在会谈的一个基础 曾经派出财务长跟兄弟向棒球队的领队 会谈长待一小时 龙岩一度想入主职棒 也曾经和中信等五大集团联手 买下一传媒 说起李四冲的事业版图包罗万象 入主金融业跟入主媒体 这两个是在目前在企业里面维系形象 用这样的一个形容 就是说真的是海捞一票 从南港捷运站 对面超过1700平的土地 要改成旅馆大楼到台北车站 龙岩土地开发 足缘资产就有2万多平 再加上7000多平库存等着规划 还有转投资照护公司ABH 再加上大陆新加坡都有海外公司 完全是多元化经营 当他的事业跨主道跟房地产有关的时候 那其实他是资金调度 还有这个 等于是说在credit 在信用方面的保障是最好的 本业加上转投资 龙岩今年美股获利 有机会上看5.15元 10号股价收在86.2元 冰藏页成功转型 走出不一样的路 三星五会电视频的报道 参照